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讲到台湾味 炒饭一定是榜上有名 台湾人的庶民美食之一 台北万华龙山商场里 有一家开了60年的虾仁蛋炒饭 它很特别哦 店家是自己提炼虾油 来炒这个虾仁蛋炒饭 透过每一次精准的翻炒 每一颗饭粒都均匀地裹上了虾油 每一入口都充满了虾香 而且松香不腻口 另外这一大碗的石井汤面 更是充满了浓浓的古早味 浓旋大骨汤底 喝起来滋味迷人 一个牛肉炒饭 一个虾仁荤饭 一个炒泼菜 一个丼盘汤外干 听说超久的 听说已经很久了 老店的 对我最近转移炒饭 我觉得它地力分明 然后很香 台北市万华龙山商商里的这家摊位 每到用餐时刻 就会引来鸡肠路路的客人 传承了一家子的老店 从一家变成两家 左边卖当归鸭 右边卖台式快炒 站在炮炉前的苏建豪 手里为着炒锅 坑坑坑坑坑没有停过 完美的翻动 淘贴 就是这盘色香味俱全的虾仁蛋炒饭 让人一吃就上瘾 跟一般外面吃到的虾仁炒饭不太一样 对 就是会有那个香味 但是 那应该是他们独门的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吃起来跟别家都不太一样 客人说的不一样 就是这股独特的香气 冒着热气的虾仁蛋炒饭 里头扑鼻而来的 可是苏建豪自己提点的虾仁 比较炸的时候要冷油下去炸 不然虾子里面有虾膏 如果有热油下去的话 热油水分 一下去就油爆炸 就会爆炸 所以要冷油慢慢炸 炸到酥 然后再沥干再过滤 才有那个虾油 虾油坚持要自己提炼很费功 但苏建豪说这全是为了弃儿 当初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时候 她因为她是严重过敏 两个小朋友也是有遗传之道 然后自己也在看过外面 卖的那些发泡虾仁 我老婆吃了 马上就是整个过敏起来 我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这个源头 自己在卖吃的 这个源头一直炒一炸 毕竟自己要吃的 小朋友自己会吃到 也在做生意的 虾油拌炒鸡蛋 迅速转出华丽的蛋花 要如何炒出粒粒分明的炒饭 苏建豪说火候很重要 你锅子不够热火不够炸的话 基本上你的饭是会粘在锅上 如果你蛋打得不够香 因为蛋打得不够香 锅子在那边的话 它锅边有油的话 你下饭的时候比较 就比较不会粘锅 而且有一个迷感 就是你酱油的时候 不能下在饭中间 你要下锅边 酱油有锅边呛过以后 那会更香 所以要这样 就大概这个鸡蛋炒饭 这盘招牌的虾仁蛋炒饭 已送入嘴里就满嘴虾香 每一颗米饭都均匀裹上虾油 吃辣粒粒松香可口补味膩 搭配Q弹的鲜虾 口感充满丰富多层次 这蛮好吃的啊 就是那个粒粒都比较分明 然后米的那个Q度都是很足够的 然后味道都够 都很到位这样子 好手艺让吃过的客人都说赞 还有这盘鲑鱼蛋炒饭 吃起来要清爽不能饭油腻 当然不能只靠蒙火快炒而已 炒到一定程度锅子到越热度的时候 你要关小火 关大火继续炒的话 它就会太干了 甚至会炒会倒 所以在关中火的时候再炒一下炒一下 等到快起锅的时候再大火 再烤几下就起来 散发诱人新香的鲑鱼蛋炒饭 Q弹的米饭拌随柔嫩蛋花 酥香的鲑鱼肉更增添口感 搭配细细碎碎的葱花 每一口都让人觉得好满足 其实它应该是物美价廉 东西很实在也很好吃 因为我们是当地人万华人 所以我们都是方便 下班就来这边吃 料多实在 多年来经营出好口碑 让许多熟客冲着它来的 还有这一大碗招牌石井汤面 汤头好像是 它料是有加大骨还是什么 就是比较清甜的 对 然后我都吃它的石井汤面 我觉得料也很多 而且很新鲜 客人一讲就点出关键 乡村名人的大骨汤底 就是苏建豪每一天一早熬的 而菜盘贴佳文就像是 他的安逸指标 因为主要就是老板觉得 我吃的那些食材是OK的 对 我不会过敏的话 就是表示客人也吃的是新鲜的 所以我就是人体实验的 我们家所有产品都是我先吃过的 像大骨汤也是 大骨汤对 也是 轻松爆出香气 苏建豪说这是做食井汤面 最重要的第一步 一定要爆炒过 你没爆炒过就不是食井面 就是跟那里不如去吃全家面就好了 因为香气就像是一把引子 能够人食欲让人胃口大开 苏建豪说这道理就跟吃石头火锅一样 对 而且食材一定要是生的一切 就跟你在吃石头火锅一样 一爆就那些葱姜 洋葱 一爆二炒三香 然后再放水 然后调味 然后面再下去 插在石头火锅就是没有下面而已 你吃石头火锅大概是这个步骤 传统古早味的食井汤面 视觉上料多味美 柔嫩的猪肝吃来带点脆 大骨汤喝来温润 自味迷人 鲜峡口感也很弹嫩鲜甜 四五四年久就吃过传统的那种食井面 它会先炒过会比较香 不像外面有些用煮的 它不会像那个 像这种道地的食井汤面那么香 所以它那个汤香是因为它先炒过 跟外面有些单纯用煮的不太一样 所以说很香 它的味道很香 这么一大碗吃起来划算吗 当然划算 很容易划算 苏建豪忠实呈现三四十年代的好味道 还有这碗台湾味十足的 当归鸭面线汤 要熬很久 好酷啊 最少要七八个小时 细火慢熬出当归的风味 再搭配四斤大的土饭鸭 如果慢慢焖泡一个小时 而刚起过的鸭肉收起刀落 露出一块块粉嫩的鸭肉 或是渗出油亮亮的肉汁 烫好的面线铺上一把鸭肉 注入当归酒提香 再淋上一大勺当归汤 这碗当归鸭面线汤透着琥珀色的色泽 当归汤的香气阴云扑鼻 搭配的每一块鸭肉吃起来Q弹又滑溜 它不像其他店的鸭肉冬粉 它的鸭肉是不柴而且很Q软 就会让人一直想接着吃 所以非常爱自家的鸭肉 对 而且它的汤头也很好喝 然后它的面也很Q 炒面要白面油面烏鸭面 一个十斤炒面一个蛋花 上面要100 多自己喜欢吃也敢给别人吃的料理 是苏家人经营60年来不变的信念 传承三代的台湾外美食 今后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买下下一个60年 很多人逛夜市都爱买地瓜球 炸到黄沉沉大而饱满的外形 空心的内里一口咬下 酥脆Q弹又有嚼劲 大小朋友都没有办法低档它的魅力 台中逢甲夜市里 这间地瓜球很不一样 它们的地瓜球 不只有常见的黄色和紫色 还有红的黑的甚至绿的蓝的都有 像是宝可梦和西瓜造型 可爱吸睛指数爆表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讨论风潮 人来人往的台中逢甲夜市里 这间地瓜球小摊人潮蔓延好几公尺 想吃到地瓜球 没有耐心可就难办咯 每次都很多人 每次经过的时候 很早就很多人 假日都要排队 都还排满场的 大概要等一二十分 稍等一下喔 现炸的 要多少 每边长的 来多多 现炸用五彩缤纷的地瓜球 吸引超多亲子学生情侣党买来重鲜 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里的宝可梦球和西瓜球 最近在网络上掀起热潮 十个客人有九个 都是被这地瓜球的可爱模样 吸引上门的 看到朋友在那个IG上面分享 因为在IG上面滑到 有人就是分享这个 因为刚好在IG上滑到 这一批地瓜球 就想给超胜天 带地学生很捧场 客人们手中的快门 也不停按呀按 就连小朋友看到 这样漂亮的地瓜球 也是兴奋指数破表 妈 这个人家好漂亮 我想要蓝色 蓝色 没有耶 等一下再回家再选 为了做出大朋友小朋友 都喜欢的彩色地瓜球 老板留定为不嫌麻烦的 全都是手工具 从挑地瓜就很讲究 我们地瓜是用 云林水林的地瓜 山质地跟土质地 还有沙质地的地瓜 都不一样 我们最后是选靠近海边 是因为它的地瓜 比较打起来 比较符合我们要的口感 跟地瓜浓配合长久之后 它会知道我们需要 怎么样的湿度甜度啊 加入地瓜粉和地瓜 一起快打到 洋起曼天飞粉 接下来就来到重头戏 要为面团 穿上各种颜色的彩衣 最基本款的黄地瓜 是用57号黄地瓜 然后紫色是用日本紫薯 日本种的紫地瓜 红色是用火龙果 绿色是抹茶粉 黑色是煮炭粉 因为它火龙果的颜色 比较显 因为它火龙果的颜色 和新鲜度都难以达标 因为火龙果很容易坏掉 所以我们都是每天去水果 好像买新鲜的 火龙果会比较符合我们要的颜色 因为我们中间有换过 红麴粉之类的就是 其实它火龙果颜色 会比较显眼 红麴粉是比较偏安全 做出来会比较不陶食 面团完美过色 经过揉捏堆叠 成了这一大片被压实的面块 拿起网格 压好大小 熟起刀落 就变出这一颗颗 缤纷可爱 玩入水果软糖地瓜块 精致小巧 漂亮淘气 这种西瓜造型的地瓜球 制作起来就更费功了 它不像一般的三色宝可梦球 可以随意分切 为了做出像西瓜般的完美纹路 刘定伟得像个寿司师傅一样 温柔谨慎地 黏着手里的西瓜条 那个西瓜条纹 要让它就是有南北尾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先给它 用不一样的手工 让它线条是做起来 比较像西瓜的 所以西瓜的会 就是因为比较麻烦 所以才会变成限量的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